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11月23日 托连奴公后乌丁尼斯 星期二凌晨 二甲第13轮激战两场 其中托连奴 和乌丁尼斯将在前者主场展开一番较量 两队目前积分相同 近期表现各自都是起伏不定 不妨看好双方金轮满战成和 托连奴新赛季曾以两年败开局 至今亦只有过一次连胜的表现 球队整体实力确实有限 从10月中旬开始 他们仍是在胜与负之间徘徊不定 期间所赢的对手都是 积分榜倒数分子热纳亚 同森多利亚之流 同时输波组云达斯 伊斯米兰等强队亦可以综合判断 托连奴就是欺软怕硬 好彩托连奴今季二甲亦是主强客弱 他们助阵到宁奴林匹克体育场的胜率 至少达到五成 阵中三位攻击手安祖亚比洛迪 汤马素普比加 和安东尼奥沙拿比亚的联赛入球数 都是在主场收获 各自两球 即使球队近期难有稳性把握 托连奴今季在上述球员的联手冲击下 亦应该能够保住主场不失 在阵容方面 中场丹尼斯派特 同前锋斯蒙尼华迪因伤无波踢 上轮险胜沙索罗之前 乌丁尼斯在联赛中一度长达八轮不胜 当中四场败仗全部遭对手零封 可见球队表现有多差 就算刚刚成功赢波子腿 但要知道除了两名前锋 借拉特迪路菲奥 同比陶比顿卡以各建一弓之外 还有对手送上的乌龙大礼 乌丁尼斯才得以品尝到九围的赢波之味 令人担忧的是 乌丁尼斯联赛前五次出征紧获一胜 作客军场入球数只有一个 对比主场军场入球数达到两个的拖连奴 前者想要破门的难度实在不小 鉴于最近六次在联赛还面对拖连奴 乌丁尼斯并非完全处于下风 乌丁尼斯今次都是有机会去场分 在阵容方面 中场桑域托马根高亭赛受罚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